三国演义里,罗冠中先生曾经写过一出《诸葛亮七秦梦获》,难不成故事发生的地方就是这里吗? 可是如果您经常在川西北的遗族地区走走,就会发现叫梦获城、梦获寨、梦获村的地方特别多。 难道诸葛亮在这些个城寨村里面都提过梦获吗? 进了铁寨子,我们找了几个遗族人一问,您才怎么着? 原来从古到今,川西北压根就没有叫梦获的这个人。 那么诸葛亮当年秦的到底是谁呢? 那么多以梦获为名的地方,历史上却没有一个名字叫梦获的人。 不过经过遗族人一解释,我们恍然大悟,原来梦获这个词在遗语里边自古就有,它的意思就是每个村寨里边能带兵打仗的人。 用咱们汉话讲就是将军。 所以诸葛亮当年秦的就是这些遗族的将军。 您请注意了,我们这里说的是将军门。 当时几乎每个寨子里边都有自己的将军。 川西北那么多的寨子,这梦获的数量绝对不在少处。 所以诸葛亮何止七秦梦获呀? 我看七世秦梦获都是有可能的。 只不过秦的不是一个人吧。 我看七世秦梦获的数量绝对不在少处。